如果在当代文坛中学出一位争议最大的作家 我想非甲评娃莫属 她受过多少荣誉,也就遭过多少谩骂 甲评娃被誉为当代文坛的鬼才 其作品大多是描写西北乡村的 而且创作能力极强 至今已经出版了17部长篇小说 多部中篇小说和散文 这种高水平高密度的创作 说是奇才也不为过 1992年,身患已干,久治不育的甲评娃 又遭遇母亲重病 父亲离世,婚姻破碎 再加上纠缠父亲的官司和烦乱的人情事故 甲评娃身心俱贫,极度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 甲评娃门生了创作废都的想法 她却说 这个城里已经没有了供我写这本书的一张书桌 她来到要写 在极度苦闷的状态下 开始创作废都 当废都问世后 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如咒语一般 废都中有大量的信描写让人嗤之以鼻 难道文学就是写这种东西 关于废都出版后的视频 甲评娃曾说 我当时住院都要用化名 病房里都在批评废都 于是我离开西安来到乡下 也在批评废都 我来到河边迎面吹来一张报纸 上面还是批评的文章 时至今日 甲评娃依然是争议极大的作家 何况是九十年代 但是甲评娃却说 废都是他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之一 山有山鬼 水有水魅 城市里又有什么魔鬼呢 在纵欲 糜烂 百鬼真宁的废都城内 甲评娃到底想要讲些什么 废都的主人公名叫庄之典 取自庄中闷蝶这一点故 整篇废都能看到 《红楼梦》与金平梅的影子 痴妹亡两 纵情深色 却是《红楼梦醒》一场空 庄之典的人设是西京城的四大名人 著名作家 西京城的骄傲 我们从小就知道 四大名著 四大美女 在中国 凡是和四大爱上边的都了不得 庄之典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 可以说西京城内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谁见面都得教一身庄老师 他也的确对得起这个称呼 一直在庄老师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 庄之典 我形容 他是一个没有道德底下的好人 他出轨多个女人 而且是断正纯事的出轨 见一个 爱一个 还卖假书 假话 坑害消费者 却拥有被添名人的善心 见不得孤苦可怜之事 动不动就泪流满面 特别好哭鼻子的中年大叔 所以说 他是一个想做好人的坏人 一个做了坏事的好人 代表肉欲的唐婉儿 庄之典第一次看到唐婉儿的时候 就爱上了 而唐婉儿也同样爱上了他 假平婉笔下的爱情 没有发展过程 总之 见上了 也就爱上了 这个唐婉儿更加传奇 本是同观穷人家的媳妇 但生得极美 跟着一个叫周敏的人 私奔到了西津 周敏呢 也是废物欲上点心 没啥大出息 所以唐婉儿 见到庄之典后 天然就对更加优秀的男人斗心 两度出轨的唐婉儿 与庄之典的爱情 开始于势力 沉醉于肉欲 他们是有爱情的 但更多的是雨水之欢 当庄之典遇到唐婉儿后 便开始为自己的纵欲沉沦而沮丧 一面爱着唐婉儿 一面又深深地自责 这种痛苦让他更加沉迷于欲望的快乐 所以读者都说 庄之典虚伪地要死 无论是开始时的性无能 还是唐婉儿道破的性压抑 再到两人的沉沦与堕落 看上去是在赤裸地写着信 却又与信无关 庄之典既像贾宝玉 也像西门庆 废都城内既像大官员 也像清和谐 一群知识分子 在自己的乌托邦中寻乐 又在世俗中沉沦 正如书中说 百鬼真宁 上帝无言 唐婉儿两度出轨 都在寻找更好的男人 得到更好的物质 更好的生活和体面 到最后 只得了信 却未得悟 正如作者在书中给他的判词 虎海易悠悠 烟波下吊沟 事了物未了 阴图物未图 整部废都最令人可怜的 就是牛月卿牛大姐了 作为庄之典的远配 他把庄大作家照顾得无微不至 明眼人都看得出庄之典与唐婉儿的暧昧 唯独牛大姐身在慈善中 但又不能说牛大姐没错 牛月卿爱着庄之典 却又不愿去了解庄之典 庄是一个相当矫情的人 其实文人都矫情 心思比较细腻 庄之典渴望一个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 可牛月卿连自己男人的文章都不看得 他只去照顾庄的起居 却不去了解庄的心 牛大姐既不化妆也不导致 他是个极传统的人 认为花枝招展就是为了勾引男人 当着自己老公的面 又何必化眉苗红呢 但牛大姐依然是废都中最正直的人设 他在最后的醒悟中明白 他把自己活眉了 如果爱情中却是对方 那就一定会失去 高晓松解读精品美食曾说 读完小说后你会发现 这部书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好人 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 因为人性如此 真实的可怕 费都也一样 开始最讨厌的人就是柳月 读到最后也不那么讨厌了 柳月是庄之典家的小保姆 长得漂亮 人也机灵 不过心术不太正 他在别人家当保姆的时候 为了不让主人家的小孩哭闹 就给小孩吃安眠药 就是这么一个碎丫头 天天想着攀高枝 他早就发现了庄之典和唐婉儿的毛泥 却始终没有说破 这一天正撞见两人云语 庄之典为了分住柳月的口 竟然把柳月拿下了 之后的柳月也就傲娇起来 分不清大小 常常把柳月亲气得差点爆炸 柳月亲也常说 他是主妇 我倒成了保姆 从柳月身上最能看出庄之典的虚伪 庄之典最忠诚的学生赵金武看中了柳月 向庄求取 庄之典明知道柳月的为人 却还是同意从中说何 庄之典一直有个官司在身上 这个官司也是贯穿整部小说的主要事件 庄之典为了讨好市长 又背着赵金武把柳月说给了市长的拳腿儿子 背过身来就和赵金武说柳月 太目虚荣 不值得 柳月确实太目虚荣 但一个乡下姑娘为了更好的生活 虽然形势下作 但却比庄之典磊落 庄之典总说自己是个作家 除了写作别的事不懂 也不愿参与 如今阴谋阳谋也都用了 还在标榜自己 最后说上一句为名所类迫不得已 倒是开脱得干净 柳月心心念念想拜托乡下人的身份 终于攀上了西津最高的一只 站在这只上却又失落 正如柳月的叛词 喜喜喜中防否 获得梨龙锦下珠 忽然失雀还在水里 爱得纯粹的阿灿 阿灿是给人印象极深的女性 典型的心比天高 命笔至薄 像极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 把尊严看得极重 阿灿同样身得极美 反正爱上庄之蝶的女性都极美 而贾平娃的描述中 庄之蝶并不帅 反而是又矮又丑 还骑女士摩托车 就这么一人 还人见人爱 阿灿能遇上庄之蝶 是因为装得善良 庄之蝶这人同情心 是相当泛滥的 之后发生了一件大事 阿灿的妹妹阿兰被接到主任妃里 而后分掉了 阿灿为了报复 咬下了主任的舌头 这事传得沸沸扬扬 阿灿怎么会咬下主任的舌头呢 那还是有事 各种分言分语 倒没几个同情阿灿的 阿灿离了婚 最后一次找庄之蝶 事后告诉庄之蝶 我爱过你就够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我不奢求你娶我 我也不会再找你 说着划破了自己的脸 消失在黑夜中 阿灿与唐婉儿相似 都不满意自己现有的婚姻 平淡的生活磨灭了他们的欲望 直到遇见庄之蝶 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被唤醒 所以说这是一座废都 人人都生活在苦闷之中 每个阶层都是一样的 在纵情中腐烂 我想这也是贾平娃当时的心情吧 在写这部书时 贾平娃已经是全国文明的大作家 当时的她处于中年 身体事业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负面消息接踵而至 于是在她苦闷的笔下 孕育出了一座真实的废都城 正因为真实 才让人无法面对 如同金平梅 时至今日才慢慢被人接受 那是因为清河县的西门庆 不是今日的腐烂 而是大明朝的腐烂 可惜作者只数了 来临肖像生的笔名 到今天也不知道作者的真实名字 贾平娃感谢感发 已然是很有勇气了 这本书背禁 不只是因为性 也因为肺 懂得克制的汪西明老婆 这是唯一没有名字的女人 她始终叫汪西明老婆 当然也是个大美女 她也爱着庄之典 从年轻时就爱着 但始终没有表露心境 这一天鬼使神差地表露了心意 庄之典听了非常震惊 然后就动了弯心思 心想 欠有意 狼有情 不妨试探一下 但汪西明老婆是个极本分的人 拒绝了庄之典 带给了庄一枚铜钱 说上面有我的汗 我的油 全当我在你身边吧 自此 庄之典就把铜钱带在身上 贾拼完为什么不给她一个名字呢 我想 正是因为她是唯一 拒绝了庄之典的女人吧 她自始至终都是汪西明的老婆 在废都城中 有太多的心缘异马 同床异闷 却不可越雷池半步 关于汪西明老婆的判词 心七七口咎咎 一番思虑 一番忧 说了休时 又不休 可以理解为一身忧虑 却又无可奈何 这不正是人生的无奈吗 唐婉儿 柳月 安灿的人生 让人唏嘘 他们纵欲 放浪 落得一身悲惨 汪西明老婆 克制 隐忍 同样的一身悲苦 刘月卿 本分正直 却也成了孤家寡人 这废都城内 谁又能求个圆满呢 再就要说 庄之典身边的男人们 他们就像白衣一样啃食着庄之典 他们借着庄之典的民发财 毛氏 平氏 庄就像一棵大树 树下有成凉的人 也有腐蚀的虫 书中曾多次强调 庄之典是名人 下面的学生都指着他吃饭呢 庄之典要是倒了 底下的人就全完了 所以 庄之典不是庄之典的庄之典 是所有人的庄之典 庄之典 庄之典无论犯了什么错误 底下的人也会尽全力维护他的形象 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 当今社会也是如此 他们在意的不是庄之典 而是庄之典的民 找他办事的 也尽事先下三滥的事 卖金庸武侠的盗版书 给假农药厂写广告 卖高仿的名人字画 这些破烂式庄之典都做了 还自诩什么文人风骨呢 而庄之典一倒 胡松尽散 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作家 还有谁来灵敏同情呢 庄之典的悲惨是自己造成的 却也是身边人造成的 他业绝世俗 却又生在世俗 想要超脱世俗 却又成名世俗 这便是庄之典 费都的三大核心人物 收破烂的老头 哲学牛 牛也亲他娘 看透名利场的收破烂老头 他每天受着破烂 憋着顺口流 却倒破了名利场的黑暗 他破衣赖山 人界人业 却是城内唯一活得通透之人 看透了人类的哲学牛 这头牛 他虽是牛的身体 却是人的思维 而且还是个哲学家 可以说这头牛 是另一个装之蝶 也是另一个甲瓶娃 在牛的思维中 人都不如牛 他们退化了四肢 筑起了围墙 百人圈在城市里面 一辈子都逃不出去 他们除了会说人话 哪里又比得上一头牛呢 看得见鬼魅的老太太 在废都中 对老太太印象 最深的一句话就是 吸睛成内 鬼比人多灵 这也正是整部 废都最核心的主题 白鬼猙獰 关于废都的争议 似乎从未停止过 它就像一部 现代的金瓶梅 也像一部直白的红楼梦 三者的共同点就是空虚 如果抱着读红楼的心态 读废都 必然是读不进去的 废都是那种读起来 让人气愤又唏嘘的小说 文中充斥着颓废 堕落 真实和无奈 这正是人间的滋味啊 甲平娃曾说 文学中的黑暗 是为这个社会排毒的 人看不清自己 却能看清别人 当我们看清了文学作品中的 虚伪不堪 才敢于面对真的自己 甲平娃的废都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我看你 这是 破坏